哈喽,大家好,麦天来啦 这期视频我们来学习一下马蹄莲的勾制方法 这个马蹄莲呢,用到的是四股线 然后我用的是2.0的勾针 下面我们开始编织吧 首先起针,小拇指绕线,挂到食指上 大拇指和中指捏住这根线,环形起针 这样绕一个圈 好,勾针穿入到线圈里面 勾针绕线,勾出来 再绕线,勾出来 这里不算做是一针 我们环形起针,起10个短针 勾针穿入到这个线圈里 好,然后我们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我们绕线,同时退出这两个线圈 第一个短针完成 这样子一个V字形 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位置去做标记 好,接着我们开始起下一个短针 勾针穿入线圈 然后我们勾出来 绕线,推两个线圈 两个短针 按照这个编织方法 一共起出来10个短针 10个短针完成,我们把线圈拉紧 好,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在记号扣刚才标记的这个针目里面 穿进去 挑起来的是两根线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放到勾针的上方 好,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左线圈从右线圈里面拉出来 做引拔连接 这样子第一圈就完成了 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每一圈我们都要做引拔连接 第二圈我们先立三个编织针 一、二、三 三个编织针完成以后 我们第二圈的规律是勾10个长针的夹针 长针夹针我们先勾针绕线 还是穿入到刚才记号扣标记的那一针 穿进去 同时挑起来的两根线 然后我们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绕线 先退出两个线圈 绕线再退出两个线圈 一个长针完成 我们在第一个长针的针目位置做标记 接着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去勾出来一个长针 这个就叫做长针的夹针 好,一组长针夹针完成 我们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再去勾出来一组长针的夹针 记得勾的同时 要把这个线放到勾针上方 给它隐藏起来 再同一个针目 再去勾一针 按照这个长针加针的规律 完成这一圈 这一圈勾完以后 一共有20个针目 第二圈我们的长针加针完成以后 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和第一针位置去做引拔连接 好,下面我们开始勾之第三圈 第三圈我们先立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我们开始勾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叫做隔三针加一针 我们来演示一下勾之方法 先在引拔针的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好,在第一针位置做记号 接着下一个针目 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三个短针完成 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一组短针的加针 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两个短针 这个叫做短针的加针 隔三加一 这一组完成以后 我们再重复一次 隔三加一 也就是勾两次隔三针加一针 下面我如果说讲到说 隔几加一勾两次 也就是勾两组的时候 大家就去勾两组 我就不重复的去做示范 好,两组隔三加一勾完以后 我们接着勾两组的隔一加一 隔一加一就是先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个叫做隔一针加一针 再重复一次 完成以后 我们再重复隔三加一勾两组 这两组隔三加一勾完以后 刚好这一圈完成 最后一针完成 我们这里有两个小的针目 这一针是引拔针 这一针是起立针 每一圈都是有的 这两针我们是不勾的 然后把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穿入到第一针 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引拔连接 后面每一圈都要引拔 我这里就不做重复 接着我们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先立一个辫子针 我们先勾两组 隔四针加一针 一二三四 然后下一个针目 勾出来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共勾两组 两组隔四加一完成以后 我们再勾两组隔二加一 两组隔二加一完成 我们再勾两组隔四加一 这一圈就刚刚好完成 好完成以后和第一针位置引拔连接 接着我们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先立一个辫子针 我们勾一组隔五针加一针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隔五针加一针 好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就是在同一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这一组的隔五针加一针完成以后 我们勾两组隔二加一 两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重复两组 接着我们勾隔三加一重复两组 好 加一针 完成以后我们再勾两组隔二加一 接着刚好剩余六个针目 我们勾出来 隔五针加一针 勾一个加针 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然后我们在第一针位置做引拔连接 完成以后我们现在开始勾第六圈 第六圈我们需要勾中长针 中长针我们先立两个辫子针 绕线勾出来 一 二 好 两个辫子针完成 我们在第一针就是引拔针的位置 先勾出来一个中长针 中长针勾针绕线 穿入到这个针目里面勾出来 然后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我们绕线同时退出这三个线圈 这个叫做中长针 我们在第一个中长针位置做一下标记 我们一共先勾出来六个中长针 这里已经勾了一针了 接着下一个针目 绕线退出这三个线圈 两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穿进去 勾出来绕线同时退出这三个线圈 接着我们这已经三针了 继续重复的去勾 勾出来六个中长针 六个中长针完成 我们勾一个中长针的加针 中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 勾出来两个中长针 我们先勾出来一个中长针 接着勾针绕线 同一个针目穿进去勾出来 再勾一个中长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这个就叫做中长针的加针 接着我们勾三个中长针 一个中长针的加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加针 完成以后我们再重复四个中长针 一个中长针的加针 重复两组 四个中长针 四个中长针 一个中长针的加针 重复两次 一 二 三 好 接着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中长针的加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接着我们最后剩余七个针目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针目 每个针目里面勾一个中长针 一共勾出来七个中长针 完成以后我们和第一针位置去做引拔连接 接着我们来勾最后一圈 最后一圈我们需要勾长针 还有长长针 首先立三个辫子针 勾针绕线 勾出来 一 二 三 三个辫子针立完以后 我们勾长针 勾出来七个长针 勾针绕线 穿入到刚才引拔针的针目 然后勾出来 我们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先退出两个线圈 绕线再退出两个线圈 这个长针完成 我们在记号扣 在第一针位置做记号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好下一个针目 穿进去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两个长针完成 一共勾出来七个长针 七个长针完成 我们接着勾十六组 长针的加针 长针加针就是在一个针目 勾两个长针 我们先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一个长针 接着在同一个针目 再去勾出来一个长针 这个就叫做长针的加针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重复勾之十六组长针的加针 这样两组就完成了 后面大家自行完成 十六组长针加针完成以后 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先勾出来一个长长针 长长针我们是绕两圈 勾针绕线一圈 再绕线一圈 好 穿入到这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 我们绕线先退出两个线圈 好 绕线再退两个线圈 绕线再退两个线圈 一共退三次 接着我们立出来四个辫子针 一二三四 好 然后我们倒回到第二个针目里面 第一个针目不勾 倒回到第二个针目里面 我们挑起来左边的这根线 勾出来 然后左线圈从右线圈拉出来 这个叫做引拔针 我们倒回来一共勾三个引拔针 刚才勾了一个了 两个 好 三个 完成以后 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去勾一个长长针 绕线一圈 两圈 穿入到同一个针目 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继续绕线退两个线圈 又一个长长针完成 接着我们再重复16组长针的加针 从下一个针目开始 一个长针 好 同一个针目 再去勾一个长针 重复16组长针的加针 后面大家自行去完成 16个长针加针完成以后 我们刚好最后剩余的是有7个针目 每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一个长针 一共勾出来7个长针 7个长针完成 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 穿入到记号扣标记位置 引拔连接 好 断线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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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